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的话可能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有关于就是旅游住宿的一些尝试的部分 那首先的话大致上来讲的话 大概会考虑到两个点 那首先第一个点的话就是交通上面的便利性 那第二个点的话就是经济上面的部分 也就是房价的部分 那对于第一点交通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就是参考一下 就是每家饭店上面所提出来的资讯上面的话 包括像是有没有包含就是从饭店到一些饭店附近周围的景点 这个是大家可以做利用的 那另外的话就尽量会选择是在一个交通中心 可能像是捷运站或者是公车站 你就是从饭店出门之后 都可以很方便的搭乘交通工具到你想要的地方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经济上面的考量 那每个饭店的专案的价钱都会有许不一样 那当然是大家还是要先去看一下说 这个专案价里面所包含的内容 或者是它所可以享受的某些服务 包括像有些饭店它可能包含了迎冰的水果 或者是擦鞋这个部分 大家都可以再去做挑选 那每一家饭店的话 当然在每一个季节都会推出不同的专案 那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像我们永丰站酒店的话 它可能是在夏季的时候 都会推出一个月美住宿专案 那这是给一些客人在夏天的时候 如果需要玩水或者是家庭客人的话 都会使用这个专案的话是比较方便 因为它就已经喊门票在里面了 那当你在选择专案的时候 也需要些询问清楚说 专案的价钱它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我所谓的全部包含在里面是早餐 或者是服务费 这个都是有包含在里面 就要现在确认 以免到时候在现场的时候 会发生的这些增值 并不是把它 Prayer 在 MP��数字 没错 我已经没有人